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在敘述就是說 一個材料受到拉力以後 經過一個線彈性的區域 然後拉到一個程度以後 它就會降幅 就會有一個平台 也就是說 硬力其實沒有辦法提升 但是硬變忽然就變得很大 就好像投降了 就升長很多 可是升長到一定的程度以後 它會晶體上面的結構會有改變 那造成它有第二度的硬化 那它又開始抵抗起來了 抵抗完以後 但是如果還是超過它材料的限制以後 它就會開始斷裂 那在斷裂的初期 它就會開始緊縮 那它的結面積就會迅速縮減 然後縮減到後來 如果你還是繼續拉它的話 它就會斷掉 那這時候因為縮減的關係 所以你的截面積就會變得跟之前不一樣 而且是迅速的縮小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區間裡面 如果你使用工程硬力 工程硬變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往下的curve 但如果你用真實硬力或真實硬變的話 因為截面積極速收縮 所以它就會飆起來 接下來就是介紹延展性跟翠性 然後這些硬力硬變曲線圖 然後還有超過彈性極限的話 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極限 然後它會沿著切線方向 回到硬力為0的地方 可是雖然硬力為0了 它可能會殘留一些硬變 不會回到原本的地方 因為它已經超過彈性極限了 這是我們上次講到的東西 我們也介紹了quip 然後我們介紹了最重要的虎克定律 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使用硬力跟硬變來計算的 那虎克定律其實主要在 也是線彈性的區域 線彈性的區域 那還是一樣 要提醒各位一點 彈性不一定是線性喔 所謂的線彈性 就是那彈性區域 它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但是它也有可能擁有彈性 但是它不是線性的關係 所以這邊要請大家注意一點 但是呢 一樣我們材料力學都是講 比較簡單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題目都是 主要focus在線彈性 也就是說 虎克定律是可以被使用的 接下來就講到possom ratio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今天你使用軸向的拉力的話 它的橫向 橫截面的方向一定也會往內縮 那表示說 它一定會有一個 跟縱向受力方向相反的一個變形 那這個比例就是所謂的普松比 所以你看到上面叫做橫向的epsilon plan 然後下面是你的真正拉伸的硬變 它們之間的比例就叫做普松比 那我們上次講到範圍通常大概是0.25到0.35 然後最大值是0.5 理論上的最大值是0.5 跟橡膠接近 為什麼會是這樣 之後我們會推導出來跟大家解釋 好 然後一樣就是跟大家講 我們的材料力學是都很簡單的題目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了 算題目 今天會有蠻多題目 蠻多數學計算 然後很多重要的觀念在這裡 這個禮拜的課程我認為是蠻重要的 而且這也是學長姐 第一次遇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在這一題之後 這一題之後就遇到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剪切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聽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是一個tube 這個tube一樣被壓 它的材料參數被寫在左邊 它的長度102 外徑150mm 內徑110 壓的力量是620k牛頓 然後這時候開始看了 楊氏係數是200gpa 普通Ratio是0.3 好 它希望我們看看 它的shortened delta是多少 也就是它的縮短量是多少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 虎克定律 虎克定律是長這樣子的 OK 虎克定律 sigma等於1乘上ε 我們知道sigma會等於 p÷A 那ε呢 又是delta÷L 我們就可以用楊氏係數來連接 這應該沒有問題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看看 我們先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需要A對不對 面積 那這個材料的面積 這個tube的面積 當然就是它的解面積 之前已經算過了 好 外徑150mm 平方減 10的平方 等於8168乘 10的負6 meter square 好 所以你的面積就這樣算出來了 接下來你的sigma就算出來了 因為你有左邊的紅色的式子 p除以a等於sigma 所以呢你的sigma 就由剛剛的620k牛頓 123 然後除上 你剛剛寫的數字 8168乘10的負6 等於多少呢 負75.9m 就這樣算出來了 這個灰色的tube 灰色的管子 它受到p這個力壓下去 它的垂直硬力 你會這樣均勻地壓下去嘛 理論上來講 所有的這管壁的受力狀況 都會是均勻地這樣子被傳遞下來 所以它的每一個處的垂直硬力 都是sigma等於-75.9mPa OK 那接下來我們有了sigma 然後呢 我們又有它的陽式系數1 所以呢當然就是很順利的 就可以得到 它的應變囉 200乘上10的九次方 負379.5乘10的 負6 好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epsilon是沒有單位的 請大家要小心 這我們算那麼多 都還沒有回答到第一小題所要問的東西啊 第一小題要問的東西是delta delta是它的縮短量 而不是它的應變 所以哇 那還要再經過一次轉換 不用擔心 我們用紅色右邊的公式 epsilon等於delta除以l嘛 所以我們的delta就會是我們的應變 乘上它原本的長度 負379.5乘10的6次方 乘102 負38.709mm 好的 這樣子就結束了 算完了 所以第一小題 它就這樣結束了 第二題 它說它想要看lateral strength OK lateral就是很像嘛對不對 你既然有這樣子的strength 是負379.5乘10的負6次方的strength 那你在lateral 它會怎麼樣呢 其實就直接由我們剛剛的普松比的定義 負的epsilon plan 除以epsilon 那我們的epsilon plan呢 就會是負的0.3乘上 負的379.5乘10的負6次方 這邊要注意就是這邊有兩個負號 一個負號是來自於公式的 軸向應變的方向會跟你橫向的相反 這就是那個負號的來源 再來 第二個就是你原本你的epsilon是多少 它就是 它上面的值是多少就是多少嘛 所以它的epsilon一開始是負的 所以你看這邊也是有一個負號 所以兩個負號負負得正 你就可以得到正的113.9乘10的負6囉 這表示我們的橫向是變大的 也蠻合理的嘛 第三小題它想要我們算出 delta d2跟delta d1 外境的變化量跟內境的變化量 那其實也不難 原因是因為你看喔 我們已經知道橫向的應變了 那d2跟d1它的方向就是他們的橫向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有知道他們的圓長 那又有知道它的應變 那我當然就可以知道它在那個方向的改變量 所以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難就是delta d2會是它原本的長度 乘上1123.9乘10的負6次方 乘150 等於0.0171mm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反正定義都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反正定義都一樣 單位是長度喔 單位是長度喔 現在delta d1跟delta d2 需要靠它原本的長度 呈成它的橫向的應變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值了 套用一下公式都還好 那第四小題是它要算delta t 好delta t in the wall thickness 也就是說它的管子的管臂的厚度的變化量 那這邊當然就有兩種解法 第一個解法就是 好啊 你要算delta t嘛 你前面的delta d2跟delta d1都已經算出來了 你直接就delta d2-delta d1就好了嗎 沒有喔 雖然是這樣子 不要忘了 你的管徑呢 其實是這樣子的 但是你的厚度卻有兩個喔 所以要小心 你的厚度有兩個 如果你今天又直徑d2 外徑-內徑d1 你這樣變化量是算到兩個的r喔 所以不要忘了 你要除以2 嘿 就這樣 好 所以說這是第一個解法 0.0023mm 第一個解法實際上就是 直接用它原本的厚度 乘上epsin plan 113.9乘10的-6 你直接用150 5-110除以2 你也會得到一模一樣的答案喔 0.0023mm 這表示一件事情就是 反正只要是長度單位 你在那個只要它有同樣的應變 你都可以自由的去計算 那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還算基本的一個題目 把我們上個禮拜到現在教過的公式 就是如何真正應用在一個平常生活會看到的一個形狀上 好啦 接下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下面這個東西非常的難 非常的重要 這就是材料力學 第一個上愛 學長姐常告訴我 這到底在幹嘛 這很難喔 非常難 所以等一下一定要專心聽 我會盡量的解釋這樣子 這個東西是目前so far最難的東西囉 開始 剪切 其實剪切 大家其實想像就是剪刀嘛 一張紙 為什麼會剪掉呢 因為有兩個東西 有兩個力 相反方向 這樣子切下去 所以說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它一定有力是上下 或是左右這樣子 相反的力這樣切過去 這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下面這張圖 它就是一個U型的圓件 再配合上一個板子 然後中間配合上一個螺絲釘 那這個螺絲釘呢 就是灌這三片東西 三片東西 你可以看這個側面圖 側面圖長這個樣子 這個Y型的藍色的部分跟灰色的部分 然後中間有個深藍色的螺絲 這個螺絲承受了簡粒喔 這螺絲承受了很多力 你要想想看 這個藍色的東西 擋住了這個淺藍色的Y型的圓件 跟這個板子 左右這樣子P的力往左右拉 它之所以在這邊平衡著不動 都是靠著藍色這根螺絲承受的力 好 我們先來看承受力 也就是所謂的bearing stress bearing bearing的意思其實是 貝爾是熊嘛 但是也有是承受的意思 bear with me 就是請容忍我一些事情 所以這是容忍的感覺 大家來想想看 淺藍色的東西 它往右拉 它被擋下來 也就是它有兩處擋下它 不要它往右邊走 哪兩處 一 二 這兩處擋下它了 我們都知道 Stress就是力除以它的通過的面積 所以說如果今天我們來看這兩塊 這兩塊白色的區域的部分 就是承受了淺藍色拉過去擋下它的力 所以說白色區域就是藍色部分的承載的區域 就是bearing的區域 那再來另外一個 如果今天是灰色的部分被拉過去 它被擋下來對不對 它被誰擋下來 這根螺絲的中間這個區域 也就是我們的二號區域 把它擋下來了 所以呢這邊看看 如果是區域二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擋下灰色的地方 區域二 這個地方 區域二它的bearing stress 平均的bearing stress 就是FB除以AB 其實這個力可能要畫得更多一點 就是它不是只有四根 它可能是 它是均勻分布的在 在這個面上 這樣子推過去 它推過去以後 被這個二號面積擋下來了 這個面其實 要畫成像這樣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清楚 是這樣子的 是側面這樣看過去的 這個紅色一條線 紅色一條線 其實就是這邊的這一條線 好嗎 課本畫得不是很好 它把這一條線 畫成這樣子 面平不對啊 它應該是一個面 然後這樣子推過去 但是它的課本把它畫成這樣子 然後推過去 這樣不太對吧 我就是盡量還是把它認為 它是就是側面 側面這樣才是比較 比較對的 所以這邊就可以想像 這個面積擋下了 FB2 作用在2這個面積的力量 好 這時候我們就來看 請問這個力量是多少 這邊很難喔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們的P在 在這裡 跟這裡對不對 我想要知道 灰色這個人 它的力是多少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做力平衡 好 我們來切一下喔 首先我想要知道 右邊這個P跟左邊這個P 到底怎麼樣去平衡的 今天這構建結構 有兩個part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怎麼樣去分開它 這邊注意一下 我們把這個分開成這樣子 藍色的在上面 灰色的在下面 我們只看藍色 我們只看灰色 這個藍色右邊這個力 要怎麼樣傳到左邊去 那因為我們在切掉的過程中 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角落都還是力平衡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這邊拔掉了這個中間 這個東西 那表示這一個區塊 一定有一個相對應的等效力 讓這個Y型的元件 還是力平衡 保持力平衡 這代表什麼意思 Y型的這個元件 它只有兩個地方 可以接觸到 我們剛剛切掉的地方 就是這裡 跟這裡 對不對 你要想想看 這邊會被貼上去 這邊會被貼上去 所以跟它接觸的部分 就只有這兩個地方 所以一定是這兩者 去提供這個Y型的東西 目前的力平衡 所以你把它切掉來看的話 一定就是這兩個力 去攻擊它力平衡 那它是P 那它一定就是2分之P跟2分之P 如果今天你不想要先看Y 那你先看下面好了 下面也是啊 下面它也是維持力平衡 那維持力平衡的話 這右半邊這個地方有碰到Y的元件 所以一定也是這裡跟這裡提供兩個等向的力 然後去跟左邊的P來力平衡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個材料就是受到P 上面這個材料 就是在上面這個部分 它被分流了 上半部被分成2分之P 下半部被分成另外一個2分之P 好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看喔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被螺絲固定在那裡 那螺絲這個部分承受了多少 總體加起來就是P嘛 對不對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的Sigma B2 也就是2這個面積的bearing stress 是多少呢 P除以AB2 它就是因為這邊這個區域 就是純粹就是灰色的部分把它擋下來 你可以想像這邊有一個螺絲在這裡 這邊虛線其實也對應到這裡 這個虛線 所以這個虛線 它就是總共會受到 往左邊的P把它擋下來 對不對 所以說這邊是P除以A的AB2 也就是這個面積AB2 然後我們這邊的FB2就會是P的力的值啦 沒有除以2這樣 那再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同一個材料 內部通常有不同的Stress的值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2的話它就是P 但是上下這兩個就是2分之P囉 所以說它的力是2分之P耶 然後它的Bearing stress Sigma B1 就會是P除以2除以AB1 那這邊的話Sigma B3 就是P除以2AB3 它這邊沒有寫數字 我不知道A的面積跟B的面積到底誰大 我也不知道2的面積是誰大 所以我們不知道哪裡受到的Bearing stress會比較大 所以這邊要小心 要看這邊的值就是面積多少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力的值是多少了 但是我們面積我不知道它的互相的比例 所以我們這邊無法確定誰的Bearing stress 哪一個部分的Bearing stress比較大 接下來開始講減力 首先它們剛剛被擋下來以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截面 它也正受造的Stress 是減硬力的Stress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螺絲啊 除了它在面被承受著 台山倒海而來的這些Y啊 跟灰色的就是左右被拉走以外 它還有一個地方 正受到減力 也就是這兩片 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裡 OK 這兩個地方 你會發現 它的上面被往右拉 下面被往左拉 這不就是符合我剛剛講的剪刀嗎 剪切在這個平面上 好 那如果今天要把剪切硬力也算出來的話 也就是說這邊的力啊 就這個截面積這個桃紅色截面積就畫在這裡 如果我今天要算這個剪切硬力 這個硬力啊它會在這個面上通過 所以你會發現Bearing stress跟 減硬力這兩個stress 很大不同在於 Bearing stress是正面影集 也就是說它的力跟 截面積的方向是這樣子的 垂直的 但是減切硬力不一樣 減切硬力是 切在同一個平面上 所以它們是在一個平面上平行的 就是這邊有二分之P 經過上面的截面 這邊有下面有二分之P 經過下面的截面 在這個case裡面 它的減力是二分之P 然後它的tau average 就是V除以A 就是二分之P除以A 所以說這一根螺絲的剪切硬力 就會是tau average 就會是二分之P除以 截面積A OK 然後這個A呢 它的截面積就是 桃紅色的A 這樣子大家就會更清楚了 所以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當你減切發生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個東西擋下來 因為我們是力平衡嘛 那擋下來 所以那個擋下來的那個叫做bearing stress 是靠bearing stress擋下來的 那擋下來那個面積呢 會跟受力的方向相垂直 那再來就是剪切的話 受力的方向跟它的截面是相平行的 那所以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case啊 課本上就直接寫這個公式 就寫V等於二分之P 其實這樣寫不是很好 因為曾經就有學長姐問我說 喔 簡力一定都是二分之P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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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這個case裡面 它才是二分之P 因為你可以看到力平衡 造成它二分之P了 下面一頁 我會給大家一個例子 它的簡力就不是二分之P 所以這邊是要純粹要看它的力平衡喔 所以千萬不要 就是課本直接背公式 什麼V等於二分之P 這是這樣是錯誤的 好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這個面積 這個圓的面積 因為它的螺絲是圓的 截面積是圓的 因為它的力是這樣子 在這個方向這樣切過去 所以這個圓是這樣子的 然後圓把它翻過來變長這樣子 像這個圓翻到這邊來 然後這個面是側邊的 然後在這邊就翻給大家看 簡力的方向是往哪邊 我們要放很大來看 就是這個面 這個面的上面是 是這樣子的 然後下面是這樣子的 它其實是這樣子畫的 我們馬上可以連結起來就是 下面這兩個人其實就是 跟他們兩個會抵消 因為他們會接在一起嘛 對不對 所以桃紅色的上半部是往左邊的話 桃紅色的下面就是往右邊 這樣才會有剪切的效果產生 下一頁的話 我們就給大家一個 Overall picture 就是一個概略性的整體來看 有很多種剪切 有直接剪切 有間接剪切 搞不好我這樣子解釋過以後 你就懂了 好 我們來看下一頁 自己補充的 課本上就沒有寫了 首先第一個叫做 直接剪切 所謂的直接剪切 第一個就是假設 我們有一個棒子 這個棒子受到了兩個力 如果今天在這裡 往下推 這裡往上推的話 可以想像一下這個這樣推上去 一個棒子 這樣推上去 一個推上去 一個往下拉這樣子 它會受到剪切 可是看不出來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切開它 我們把這個交錯面切開它 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 淺藍色是左邊 淺綠色是右邊 造成這樣 可以想像今天 你把這個地方 切下來看 它這邊有一個力 壓下去 那表示說 它是力平衡對不對 它一定是力平衡 所以說 它一定有一個力是往上的 在那個切面上是往上 不然的話這個東西就會一直往下飛走 藍色就會往下飛走 如果沒有V的話 那另外一個地方 它是這樣推上去的 它一定有一個V是往下把它推起來 當然啦 同學可能會說 雖然它現在力已經平衡了 可是它好像會旋轉對不對 對對對 旋轉它是會旋轉沒錯 可是現在還沒有交到那裡 它其實還有一些彎矩啊 會去平衡 那是我們之後要 之後再看的事情 但是我們先看就是FxFy這樣子的力 好的平衡 如果照這樣看來的話 表示說這個截面積 藍色會往上推 綠色截面積 會往下推 這代表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們在 還沒有受力之前 在藍色的部分 畫一個藍色的方塊 在上面 右邊綠色的話 我也畫一個綠色的 還沒變形的方塊 那受力以後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它應該想像一下 應該會變成這樣對不對 因為左半邊被往下推 右半邊被往上推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 平行四邊形的狀態 好 再來另外一個 如果今天是右邊的話 右邊的被往下推 左邊的被往上推 它就會造成像這樣子的狀態 對吧 所以當你在推的時候 原本還沒有變形之前 你畫的是一個正方形 但是推完以後 剪在那邊 定在那裡不動的時候 它的方塊會變成平行四邊形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這就是直接 direct shear 直接剪切 那這個V剛剛講過 它就是剪力 也就是我們的 shear force force 不是硬力 是力 不是硬力 這邊要小心 那如果要看它的剪切硬力的話 就要把這個force 除上它這邊的幾面積 我只是先給大家一個 就是力平衡的觀念而已 那接下來呢 我要再仔細的介紹 direct shear direct shear在這裡嘛 那它可以 在依照題目的不同 或是原件設計的不同 有單切跟雙切 課本啊 直接就給你雙切了 最需要你動腦的一個case 就交給你了 那單切其實比較簡單 所以我這邊就補充單切 看看介紹單切 會不會讓你更懂雙切這樣 好 那單切就是這樣 它有兩個棒子 中間有一個深紅色的一個螺絲 釘在中間 那左邊被劈拉 右邊也被劈拉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想要看看 它這個剪切的截面積 受到的剪硬力是多少 要算它的剪硬力 要看它的剪硬 好 那所以說 這時候要看它 剪硬力是多少呢 就要去切開它 然後做力平衡 自然就知道 我們要看那個位置的力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就把綠色的這個虛線 切一下 切開來 然後我們留上面 那留上面跟留下面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現在是留上面 把下面去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回家練習一下 你試著把上面去掉 下面留下來 其實答案會是一模一樣的 我可以請大家就是回去練習一下 好 當我們把 綠色的那個截面切開以後 留上面 好 我們留上面 再次強調 你不一定要留上面 好 如果今天我們的P就是在那邊 然後我們留上面 那我們要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就只有一個P 那這個上面這個東西 就會往左邊被拉走 對不對 它一定不可能定在這裡 現在既然定在這裡 表示說一定有跟它平衡掉的力 那是誰攻擊的 這邊都空的 這邊都空的 不可能會有力嘛 所以一定是跟另外一半接觸的地方受到力量 所以一定是這個綠色的切面受到力量 所以它就是一定有一個力跟它相反 它才有可能平衡在這裡 好啦 所以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這個截面積受到了P這個力量 而且是往右邊這個方向拉 右邊這個方向拉 當然也會跟它的截面積平行 所以說啊 它的用綠色的截面積就是它的P就是 這邊就是P啦 好 算我畫一個就好了 P 然後呢 它解面積是A的話就會造成它這個TOW AVERAGE等於P3A 好 這個單切的部分就是我們要看這一根螺絲受到的剪切硬力 那當然就是要看這根螺絲受到的剪力是多少 才能處理它的截面積嘛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隨便切了一個這一道 那可能同學會問說 我一定要切這一道嗎 沒有 你可以切這裡 也可以切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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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要一旦超過上面的就不行了 就是在這一個區域之內都可以 那當然這邊的剪切硬力一定跟下面不一樣 因為上面是空的 沒力 所以它這邊什麼都沒有 好不好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剪切硬力 主要是在有受力的地方 因為上面是free surface free surface 在這個地方 它是沒有力氣的 所以說在上面的這一段 那它就沒有剪切硬力 我們都會關注在有可能會壞掉的地方 所以上面當然就是不會壞 所以我們就不關注它 那所以我們通常在問shear stress的時候 當然就是看重要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就看這一部分 那我們剛剛說 因為切了以後 我們可以留上面或留下面都可以 好 我現在選擇留上面 然後這個p往左邊 然後這邊的力 我們就可以自己判斷出 OK 它一定是往右 去平衡它們兩個 就是它們之間會平衡 才不會飛走 OK 然後這個綠色的截面積 它的截面積是a 所以它的tow average就是p除以a 拿一個這樣好了 好 示意圖 接下來雙切的部分就是我們剛剛其實真的講過的就是剛剛那個藍色的y型的原件再配上灰色的 好 所以現在就長這個樣子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來做力平衡給大家看 但是回到家你也可以試試看 你試試看用下面的方式去剪切 也是一樣可以的喔 一樣會有一樣的答案這樣子 好 那一樣我們的綠色的部分被切下來了 那我們左邊是p 右邊一定也是要有2分之p的力去平衡它 那照這樣子來看 複製 貼上 好 就這樣 然後只是需要改哪裡呢 改p除以2 然後除以2 就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那一頁說 剪切力v是2分之p 是每次都這樣嗎 不是喔 不是喔 是因為這個材料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剪切力才是2分之p 但是在上面這個單切的部分 它就是p v就是p 所以要小心 那接下來 第二個 第二個叫做 indirect shear indirect shear就是間接的shear 好 我們剛剛講到 一個材料如果受到直接的剪切的話 原本的方形的形狀 因為你一個往下一個往上這樣推 它就會變成一個平行四邊形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 實際上也有另外一個狀態 它也可以造成原本沒變形的方塊 變成平行四邊形喔 什麼方式呢 什麼樣的受力方式 扭轉 如果今天你是用 就是你想像一下你的那個機車的那個油門 這樣子扭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對這個材料做剪切喔 難以想像吧 我們來看一下 扭轉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有個bar 你在這個bar上面畫一個方塊 還沒有變形之前 但是你開始扭它了 你就會想像一下 其實就好像扭毛巾一樣對不對 右邊往下扭 左邊往上扭 想像它就這樣扭它嘛對不對 扭轉 扭毛巾扭一個棒子 都沒有問題 好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右半邊會被往下推 左半邊會被往上推 那不就是剛剛我們所做的 平行四邊形嗎 所以說即使是扭轉 扭轉的意思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難的題目 但實際上就跟剪切是同一類型的 那在硬力上來說 它就是剪切 好 那再來另外一個 這是第一個間接剪切的例子 那第二個的話 也是一個蠻有趣的例子 而且是蠻難以想像的例子 大家來想想看喔 這個p 是我們之前講的軸向力對不對 就是左右這樣拉 那這樣拉的時候 其實我們以為它就只有垂直硬力對不對 沒有喔 它其實是有剪切硬力在裡面的喔 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畫一個方塊 它畫成像這樣子 右邊是一個方塊 的確 它就是直接sigma這樣拉 這是我們之前學到的 那這時候可能就有同學問 那如果今天它一開始畫的 變形之前的方塊 它就畫斜斜的會怎麼樣 如果是像左邊那個斜斜的方塊怎樣呢 受到左右拉的時候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它會變成這樣子 左邊的兩條邊 兩邊會被左邊拉長 右邊兩個邊會被右邊拉長 它也會形成一個平行四邊形 所以這代表一件事情 因為材料的內部都是 每個材料點都是相鄰的 它不是只有XY方向 它還有X就是111方向 還有其他的方向都是連續的 所以說它在這個面上 就是這種斜面上 其實即使你只有拉左右 它也會產生剪切力 因為角度的分量的問題 所以它就會造成原本是方塊 後來又變平行四邊形了 所以說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 只有左右拉伸的話 沒有剪切力 不是哦 它是有剪切力的 這邊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這代表一件事就是 它也是間接的造成剪切力 所以跟扭轉是也差不多的 好 所以這個剪切力的介紹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越來越深入的 然後開始有一點點 叫做 硬力分析的一個課題了 下一個東西就是說 硬力元素 所謂的硬力元素 就是其實剛剛我們畫的這個 這個一些小方塊 這個小方塊 這個小方塊其實就是硬力元素 其實這個硬力元素就是材料的某一個值點 某一個點 然後我們把它畫成一個方塊來代表它 這個方塊實際上是無限小的 它純粹代表一個材料中的一個點 那這些面 純粹只是為了我們人好看說它的方向而已 這個面例如說X嘛 就是100面這種感覺而已 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很微小的點 為了要看它的力的方向 硬力的方向 分量等等 才把它畫成這樣子比較好看 好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element 就是在材料裡面就畫出一個element 它在變形之前是一個正方體 那如果今天受到了剪切硬力的話 大家還記得嗎 它的這個方塊 我們剛剛只有畫一個面 這個方塊會變成斜的嘛對不對 就變成平行四邊形了 好 那這時候必須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狀態 叫做 就是 剪硬力這種東西啊 它一定會成對出現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想像一下我們剛剛那個方塊 剛剛原本是畫成這樣嘛 然後左邊如果是上右邊是下 就會造成一個好像變成這樣子的平行四邊形 那但是我剛剛其實沒有畫得完全 現在才是真正完全的狀態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剛剛這個力 剪切硬力是作用在這個面上對不對 如果它是往上的話 對面也會有一個往下的 好我們來想像一下喔 上面這個就是我現在指的這個 TAU它是硬力 它是減硬力的減硬力 不是力喔 這個減硬力 它如果乘上它的截面積 這個東西 截面積 乘上去以後就會變力了嘛 就真的變成它的減力了 好 那如果我們想想看 如果它乘上它的截面積以後 這邊會有一個往上的減力 那這次是代表 它對面一定要有一個人往下 不然的話它就會一直往上肥 對不對 但是這個材料點之所以讓你看得到 表示它現在正在立平衡狀態 所以說對面它一定會有一個往下拉下去 那所以對面一定會有一個往下的減力 那因為現在是在畫硬力 所以我們在處理它的面積 就可以得到對面的這個值 那既然大家都是正方體 所以右半邊的值是τ的話 左半邊也是τ 所以就會有減硬力的大小相等 但是方向相反 那這時候我們才講解一半而已 我們先講解兩個了 1跟2 可是如果只有這兩個力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只有這兩個力這樣子 那它會不會就開始轉 它就會開始逆時針的轉 那這時候代表的是 一定要另外一個順時針把它抵消掉 它才這個材料點才不會一直在旋轉 所以說當我們右邊這個濤出現的時候 另外三個人一定要同時出現 不然的話這個材料點 這個硬力元素就會飛走加旋轉 所以說這邊往上這邊就往下 但是這邊往下的話造成逆時針的方向旋轉的話 那不行 所以我們一定要順時針在上下各一個 順時針旋轉 然後它才可以抵消掉 而且順時針旋轉一樣也是上跟下 也是直要一樣 左右相反 不然的話它左右也會飛走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只要有減力出現在其中一面 它這個點的四個面都會出現成對的減應力 為了攻擊它力平衡 所以說一次就出現四個就對了 它會成對出現的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一出現 那另外三個就出現了 那這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這兩個人會往右上拉 這兩個人會往左下拉 造成了這個正方體變成平行六面體 那這平行六面體跟左半邊變形之前差在哪裡 差在角度 所以就是說原本是90度的 2分之π的 現在變形以後 一個變成2分之π減γ度 一個變成2分之π加γ度 這邊變成減的 這邊變成加的 這邊變成銳角 這邊變成鈍角 所以就是90度是原本的角度 然後受到減應力以後 就變成一個銳角 應該說兩個銳角兩個鈍角 也就是說反應減切硬力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它的角度 所以就好像是我們反應垂直硬力是看硬變 那我們的減切硬變 自然而然就是拿這個東西來表示 所以γ這個東西也就是我們的shear strength 因為是我們的shear stress造成它這樣子的變化 所以shear strength就是減硬變 就是我們的角度變化量 但是角度變化量 通常我們在這邊寫的時候 都會是進度單位 radian不會是用角度 因為這樣角度的話會造成 因為我們的mks字 我們會造成它單位不能換算 所以請用radian 請使用radian這個單位 千萬不要用度喔 度是無法直接從 就是mks字的牛頓啊米啊 就是公尺啊 直接換算出來 這邊要請大家多小心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 受到了這個 因為之前不是有拉就是正嗎 壓就是負嘛 那減切硬力也是一樣 它也有正也有負 我們來看sine convention 也就是他們的規定 shear stress的規定呢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的例子就是這樣子 剛剛這樣子 然後受到這樣子的成對的 減切硬力的話會變成右邊的平行六面體 那這時候我們來定義一下 這個狀態就叫做正 那要怎麼樣去看呢 上面有個規定 叫做減硬力在正向面且方向朝坐標軸正向者為正 減硬力負向面且方向朝坐標軸負向者為正 簡單來講 就是正正得正 負負得正 這樣子的意思 好我們來帶大家看這件事情 這個元素 它的x座標朝這裡 y 軸座標朝上 z 軸座標朝前面 那就符合我們的右手的定律嘛 就是x y 然後z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x往右為正 y 往上為正 z 往前為正 所以說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這一個面是x的正向面 另外一個面叫做x的負向面 要怎麼樣去辨認呢 我們來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這個方塊膨脹 膨脹起來 膨脹通常體積變大 就是那種有正的感覺 對不對 膨脹了 這個面會往哪裡前進 正的x方向前進 所以它叫做x的正向面 那另外一個面 它膨脹起來 它會往哪裡走 它會往x的負方向走 所以它叫做x的負向面 這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 直接看出 這個硬力元素的哪個面 是屬於什麼軸的 什麼面的正向 什麼面的負向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 好 右邊這個地方 右邊這個它是正向面 它的 tau 也就是它的減應力 是往y的正方向走 指的 所以正正得正 所以這一個減應力你可以說 它是正的方向 再來我們來看這裡 tau 的話是朝著x的正方向走 它在哪個面上 y的正向 所以它就是正正得正 也是 那接下來這個呢 它在x的負向面 然後它的方向是y的負方向 負負就得正 所以它也是正的 你會發現啊 只要是成對出現的 然後你好好的力平衡 把它畫出來的 硬力方向的話 你不管哪個面檢驗它 它都是對的符號 你看下面它是 y的負向面 然後它指向x的負方向 負負又得正 所以你看這四個 全部都是正號 所以你看我這邊就畫了一個大大的正號在這裡 好啦 那這時候 如果今天是負的 它該怎麼畫 這個是在x的正向 然後方向是y的負向 非常好 然後上面是在y的正向面 然後方向是x的負向 負方向 正負的負 很好 然後下面左邊這個是x的負向面 對 然後y的正向 對 又是一個負正的負 然後下面是y的負向面 可是x的正向 對 又是一個負正的負 所以大家都是負 非常好 感謝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了解 那shear strength的正負號規定 那就直接看嘛 這是正的shear stress 那就是對應到正的shear strength 所以其實博簡單的 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 虎克定律in share 拉壓的虎克定律是sigma等於1乘上ε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問題 然後1是陽式系數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減切板的虎克定律呢 那我們可以直接拿上面的拉壓的虎克定律來直接聯想 那sigma 硬力 那減硬力的話就是tau 然後就把它寫在這邊tau 寫在等號左邊 然後呢 ε 然後呢 是我們的硬變 那我們的γ就是我們的減硬變 那我們就把硬變的部分寫成γ 那陽式系數是1 那我們這邊的shear modulus 也就是減切的魔術 就取個名字g 所以其實就是完全一樣的做法 那這邊有一個很酷的地方就是 e與g是有關係的 而且它的關係是中間還包含了普松比那 那這邊我們在講的是同一個材料 所以它的陽式系數跟減切魔術 其實有關係其實還滿合理的嘛 只是剛好而已 所以說我們之後也會推導出這個公式給大家看 那之後我們會仔細的介紹 來 今天有一個東西 它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是一個方形的tube 方形的管子 方形的管子 它中間被一根大頭釘釘過去 釘過去以後呢 它會接在一個叫做gusset的上面 就g這個東西 這個兩個圓弧狀的東西 把它這樣子釘在上面 釘上面不打緊 它下面又連著一個座子 這個座子呢 有四個羅紋釘在地板上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 這邊有個粒啊 這邊有個粒 從上面這樣子壓下來 壓下來以後呢 也就是這個s呢 往斜左下推下去 那推下去以後 這個粒會傳到大頭釘 然後大頭釘再傳到gusset 也就是那個灰色的東西 灰色的東西再把這個粒傳到地板上 然後那個地板呢 被四... 就是這個灰色的gusset 會被這四根羅釘擋住 然後粒就傳到地板上 就傳到地球上就固定了 就停下來 粒平衡了 好 這時候題目就給我們一大堆資訊嘛 這個粒是54km 然後它的管壁厚度是12mm 然後它的施力角度是40度 然後D-Pin 這個D-Pin就是這根大頭釘的直徑 然後還有什麼 T-G-T-B的話就是gusset厚度 T-G-T-B在這裡 在右下角 T-B也就是這個基底 它的厚度B 然後還有D-Bolt D-Bolt就是釘在地板上的 這四個螺絲它的直徑是多少 好啦 也就是它介紹一遍 這個材料的幾何狀況 然後長度啊 然後角度啊等等的 接下來它要問 Sigma B Between the Strut and the Pin 好 Strut其實就是這個S 就是我們的藍色的方形管 這個方形管 它想要去看說 Sigma B 就是Bearing Stress 在S跟Pin之間 也就是說Pin如何擋下這個S的前進就對了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斜斜的這樣推下去 推下去的話 如果你今天眼睛從這邊看 也就是說就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這張圖就是這個藍色的部分 會筆直的衝向各位 因為你現在是從 你現在是從這邊看上去 因為反正Pin這種東西是沒有方向性的 就是它就是垂直的受到 這個P這個力這樣子推下來 好 也就是說這個視角這樣看過去 然後看成 這樣這種感覺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截面積下 你是不需要考慮到它的角度的 因為你就是已經面對著它看了 因為它那個Pin是圓的嘛 好 那我們這次要看囉 首先我們要看 大頭丁是如何擋下這個Strut 是靠誰 靠哪個面積擋下來 衝向各位的 Strut在這裡 Pin在這裡 請問Pin是怎麼擋下Strut的 靠的是這個截面積 還有這個截面積 就是這兩個截面積 阻止這個藍色的衝出螢幕 好 所以說第一個 我們的SigmaB這個BearingStress 靠這兩個紅色的區域擋下來 好 這時候又紅色區域擋下來 紅色區域是多少 厚度乘上dPin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方形是厚度在這裡 然後高度就是dPin 跟dPin是一模一樣的直徑 就是它的大頭丁的直徑 所以你得到它的截面積了 然後呢 SigmaB這個東西 是這個大頭丁所抵擋的 BearingStress 對不對 那每一個面積 它會分到多少的力呢 你的一個力是P 現在你有兩個面積去擋它 所以你要P除以2 力量推下去你有兩個面積 所以一個面積它的硬力 BearingStress 就是二分之B除以 T乘上dPin 好啦 如果這樣OK的話 我們就算出來了 乘0.018125M part 所以說大頭丁利用了這個BearingStress 承受了125M part的BearingStress 擋下了這個藍色 好啦 它雖然擋得住這一塊 可是一定要有別人把它接下來 不然的話它也會繼續飛走啊 對不對 也就是說藍色的力藉由這個兩塊紅色的面積 傳到了Pin上面 那Pin擋下來了 但是它也收到這個力啊 它也會持續的往各位飛出螢幕對不對 誰擋下來了 靠誰擋下來 也就是下一題 應該這樣講 我們它擋下來以外 它還受到剪切硬力哦 那第二小題就是要算 Pin所受到的剪切硬力 那剪切硬力是誰 剛剛的BearingStress 是力跟面積垂直的部分 現在要算ShearStress 要看的是力跟面積平行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這邊放大來看 S哪裡切到了Pin呢 這裡對不對 對不對 仔細來看一下 綠色的部分就是它切到的部分 那所以說我們這邊畫仔細一點 就是這裡啦 這個剪切會通過的面積就在這裡 好 那面積二 所以我們的TauPin就會是 它的面積是多少 PiDPin的平方除以四 好 它的面積就是這樣 好啦 接下來有一點點小困難哦 大家要想一下 它的P到底是多少 它的力啊 應該說減力是多少 P P要除以多少 要除以2呢 還是4呢 答案是2 這邊還是一樣 我們這樣直覺看好像是4 因為它有4個面積對不對 但實際上不是哦 我們來看看 如果今天 就是我們要老老實實地去做這件事情 才知道它真的是2哦 好 你看哦 如果今天我們切 這裡切下來 我們這邊切下來的話 就是我把它切下來 你會發現 就露出一點點 你會發現這個藍色的部分 是P往大家衝出去沒有問題 這樣子好了 衝出來的箭頭 就是如果它是一個這樣子的箭頭 點點就是往大家衝箭頭這樣戳出來 那這邊的話一定就是 叉叉把它擋回去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力因為被切了 這邊被切下來了 所以這邊其實處於是內力哦 是內力哦 只有這兩個地方是外力 這表示說 這兩個區域 它就是2分之P 那當然這邊是2分之P 這邊就會帶2分之P 如果你今天想要看裡面 也行 哇 那這時候就有點 這邊會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裡面要切 切裡面 然後你可能要切整個地方 然後你要去做更複雜的力平衡 所以這邊可能要 這邊可能就是比較進階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看 直接去切這兩刀 畫出來 獨立出來的話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邊這個截面積就是2分之P 好 那所以說這邊要小心 那需要大家直接去切它 會比較看得出來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這邊要小心 請大家回去務必思考一下 然後自己去切 把它畫出來 切這個好處在於就是 你愛切哪裡就切哪裡 那當然有切完以後 力好不好平衡的分別 所以這邊就是要靠大家多練習 多切幾個 好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Sigma B between the pin and the gusset 也就是P跟G之間的 bearing stress是多少 Pin and gusset就是這個灰色的部分 好啦 那這時候又來了 灰色的部分跟Pin 也就是說Pin要把力 再下一步的傳達給Gusset 所以說誰擋下了Pin呢 Gusset怎麼樣擋下了Pin 靠的是這個截面積 這個截面積擋下了衝出來的Pin 好 那這時候3 Sigma B會等於 TG乘上Pin 是它的面積 這早上應該沒有問題 那上面的力是多少呢 這邊也蠻簡單的 兩個面抵擋下來 所以是P3 2 然後54003 2 0.015 0.018 100mPa 也就是說Gusset靠著100mPa的 Baring stress把它擋下來了 擋下來完以後 還沒有結束 因為Gusset還要再進一步的把力傳給Bass Bass又要靠著4個螺丁把力傳給地面 好 這時候我們就要看 我們的Gusset長得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的力已經被推到地板上去了 所以這時候Gusset他受到的力你可以想像 就是他是被這樣子的力推下來對不對 那一個分量是往下 一個分量是往前 那下的話就不用理他了 下就地板就直接承受住了 所以重點在於這個人 在於就是往前的力 那往前的力呢 也就是說這個力這樣子壓下來以後 它會被Gusset分解成兩個力 一個力往下 一個力往前 這個往前的力現在寫在這裡 它會推動這個Bass往前走 那它為什麼現在還留在這裡 是因為這4顆螺絲釘在地板上 4顆螺絲叫做Anchor Boat Anchor什麼意思啊 Anchor的意思就是這個啦 固定船的東西就對了 Anchor就是把它釘在這裡 好啦 那這時候他就說 第4小題是Anchor Boat跟Bass之間的Baring Stress 也就是說Anchor Boat怎麼樣擋下Bass 那這邊你看到4個釘子的透視圖 這個Bass要往前走 可是被這幾個螺絲擋下來了 那大家覺得是靠淺藍色的方塊 這4個方塊擋下來 還是這個黃色的圓擋下來的 是誰擋誰 是黃的擋還是藍的擋 4個Anchor Boat 釘在地板上 這是一個Bass 這個Bass就是這個灰色的Gosset的Bass 大家想像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要往前走 那4個Anchor Boat這樣釘在這裡 是誰擋下來 是這個東西 這兩個方塊要往前走嘛 所以是淺藍色的面 去擋擋擋去擋下它 那深藍色的是下面那個圈 黃色的是上面的圈 所以它其實是剪切硬力的面 黃色是剪切硬力的面 深藍色也是剪切硬力的面 其實它們倆是一樣的 那淺藍色的話 它才是真正把Baring這個力去擋下來的 所以說我們的藍的部分是 SigmaB會是除以TBdBolt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dBolt然後還有這邊TB 兩個部分指給大家看 dBolt就是這個的寬度 還有它的厚度 也就是說這個淺藍色的面積 就是TB乘上dBolt 再來它所受到的力是Pcos40度 然後因為有四個面積擋下來 除以4 5400cos40度 除以4 0.008 0.012 107.7amp 好 今天上到這裡 明天繼續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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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